嗨,大家好,我是豹果 今天为你开箱的是 在这个荒山野岭当中的 X254全新GLC 300 AMG Line 自从2015年开始 Mercedes-Benz推出GLC之后 到今天呢 可以说是整个大品牌 都是靠这台车在撑着的 因为这台车确实是 Mercedes-Benz里面最好卖的车 那全新的2023年GLC 第一眼看 它就长着一副很凶狠的脸 而且它有配有最新的头的 Digital Light 和一个超级大长辉的Front Grill 当然原厂来 有这个大logo和小logo 还有就是大logo旁边的 很多很多的小Mercedes logo 原厂也很清楚知道 你买这台车很大的原因 因为它就是Mercedes-Benz 重点介绍 这个Digital Light头灯 其实是跟它大哥 S580同样的科技 除了蓝色线条点缀之外呢 这个头灯还非常高科技哦 前后配20寸的轮圈 而轮胎方面呢 前面用的是25545的尺寸 而后面呢 用的是28540的尺寸 还搭配的是Mercedes-Benz的Sport Calibre 车身尺寸方面呢 其实它比上一代稍微大了一点点 然后它还有一个Redesign的Side Step 和Side Camera 那这Side Camera 代表的就是这台车 其实它背有360 Camera 车尾方面它就有类似GLA的全新家族脸 3D LED灯是一个卖点 可是当你近看的时候 其实它的尾灯里面 也是布有很多的小logo 从正面看 其实整个车尾就很圆润 再搭配双处排气管的设计 GLC300代表的就是2公升的高配引擎 4MATIC它就是全驱的系统 来看看尾影箱的容量 当然电动尾门也少不了 打开之后呢 这里是一个620L的行李箱 当然这台车 你如果一家大小出门呢 3-4个大行李 其实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这台车呢 它是没有配备 备胎 不过它是有一套Dial Repair Kit 以防你有紧急情况的时候 你还可以使用 动力方面采用的是 2公升涡轮增加引擎 搭配48V的Mount Hybrid 最大输出马力是258 跟上一代一样 不过扭矩就提升了 30-400Nm 变速箱方面则是 沿用着上一代一样的 9速自排 至于开起来是什么感觉呢 稍后我们就试一试 内装方面 其实它跟全新的C-Class 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稍微提升的T型中控台 然后在我面前的是一个 12.3寸的仪表 是电子仪表 然后中间的呢 就是11.9寸的Touch Screen Player 那因为它是AMG Line 所以它里面的设计呢 也比较偏向运动风 而且还配有这一个 非常有运动风的方向盘 然后这一个非常有运动风的方向盘呢 还搭配了Pedal Shifter 方向盘 车门的顶部 还有Dashboard的这个部分呢 它是用皮革来做Finishing的 招牌的Bermester 15个扬声器的Surround System 和64种颜色的Ambient Light 当然也少不了 当你晚上的时候 在你女朋友出门的时候呢 里面看起来也特别浪漫 但是美中不足的是 我有那么好的音响 和那么好的灯光 可是呢 这台车没有天窗 而且如果你身高有180cm 像我一样呢 那你的头顶部分 大概只剩下一个拳头的位置了 全新一代的MBUX 而且这台车还有Driving Mode 分别有Eco Mode Comfort Sport 还有Individual 当然这台车 它也配有Apple CarPlay 和Android Auto 打开中间植物格 你可以发现里面 有两个Cup Holder 也有一点小的位置 可以放些零钱 或Resit之类的 然后中间 还有可以Support 一个Wireless Charger 然后这一个Armrest呢 当你打开之后 其实它是另一个植物箱 而且它里面 也蛮深 蛮宽的哦 而且里面还有两个USB的充电插座 至于主动安全功能呢 你能想到的 它都有 包括Franco Relations Warning 360 Camera 或者是Blind Spot Monitor 等等的 那当然在这个价位 这一切也是一个基本的配备而已 前排座位呢 两边都配有Memory Seed 后座方面呢 其实非常的舒适和宽敞的 脚的部分呢 其实它可以支配两个拳头的位置 不过当你坐直的时候呢 你的头顶部分 其实也只有一个拳头 后座有冷气出风口 但是呢 没有USB的充电座 后座的地板这个部分呢 比较偏高 所以如果你坐第三个人的时候呢 可能就有一点不舒服 CP列的三角径呢 大大的减少了室内的那个压迫感 那介绍了那么多之后呢 这台车的动力到底怎样呢 我们现在去试驾吧 那这台车呢 它其实它有三个MOD 就是Equal Comfort和Sport MOD 那首先我们先试着一个Comfort MOD吧 因为你开这台车的话 其实一般上它只是一个家庭车 高级家庭车吧 所以你不需要就是每一次都跑很快的感觉 那在一般的路上呢 其实它蛮平顺的 就算那条路其实没有很平整 也没有什么感觉到它的那个蹲挫感 那我再试一下在弯路 我就不放brake的话 感觉会怎样 操控其实很好 好现在我就进入了一个Dynamic Mode 进去的一个Sport Mode的模式 看看有什么不一样 感觉整台车的声音也有点不一样去 而且方向盘会变得比较硬 也比较重 整个车角方面呢 也感觉是比较硬朗 你可以感觉到你过那些不平整的路的时候 然后等到一个车在跳 声音很好 声音很好听 我这部top brake不减速的情况之下来进弯 其实这台车的操控真的很好 整台车的body roll是去到minimum的 我可以感觉就是当你很高速进弯的时候 你人其实也不会车去一边 这台车我最喜欢的是这个中控 因为什么原因呢 我在调整或者我在按 我在使用的时候 我手不需要伸直 我就可以触碰到 那一般上的车呢 的那个屏幕都会在这一个方向 所以我每一次我需要去 使用那个touch screen的时候呢 我都必须要把我手伸直 才可以触碰到 其实这个是我蛮喜欢的一个地方 而且坐在这一台GLC里面 感觉就好像在开着一台跑车 一台超级跑车 一整个dashboard的感觉 就很时尚很前卫 很多人都不知道 48V Mount Hybrid其实是什么东西 很多人都以为它是一个省油的科技 其实它不是 其实48V的这一个科技呢 它是在填补着你动力不足的那一个空间 就打个比如 如果我的动力是在2000转速开始的话呢 那我就可以给你填补你在1000到2000之间的那一个相差 而且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给你在最高速的时候 如果说你的power band是去到4000的话 那我就给你4000到5000的那一个不足 那这个科技呢 你就可以感觉到你在低转或高转的时候呢 你的动力都非常的饱满 其实之后呢 Mercedes-Benz的每一款车型都会沿用这一个科技 就是这一个Mal Hybrid的科技 这台4Matic系统呢 它是非常的全自动化的 帮你调整你整台车的前后重量分布 所以感觉像你开这辆车的时候 你就会信心十足 在四驱驾驶方面 其实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方向盘呢 有一点偏硬的 就算我是在Comfort Mode也好 然后 椅座也有一点点的小硬 可能这是AMG Line的关系吧 不过它的优点是 它的隔音确实是非常好 NVH也是非常棒 好 来到Highway了 来试一试它的Sport Mode的性能表现吧 就看它指路的加速的感觉如何 它呢 调去Sport Mode的时候 即使它也给了你一个额外的引擎声音 可能是从Speaker播出来吧 不过整体上整台车的感觉也完全不一样了 直路加速表现确实很暴力 一般的豪华车来说 它算是很好的表现 可以感觉它的力是源源不绝的 高速进弯的时候表现也非常的稳 正因为它的4MATIC的缘故 它可以帮你平衡的保持重量 对一辆车身高的车来说 这台车其实它的Body Roll 算是很少很少了 其实动力表现来说 刚才我已经把速度开得蛮快了 然后我可以感觉到就是 与同级对手来比较的话 它完全不会输 它真的很快 当你把它切换到Sport Mode的时候 这台车根本就是另一个人 这台车的对手 直接对手的话呢 我们有XC60的T8 或者是X3的LCI 那如果比较价格来说的话呢 这台车就比它们高出了整整的7万以上 那你觉得值得吗 其实我喜欢开车的时候 就手放在这个扶手去 感觉就很舒服 空间感也很足够 唯一不足的是这台车的 这台车的车头有点太高了 如果你个子比较矮小的话呢 可能 可能你开起来会有一点点的难度 那总体来说呢 这台车的表现 无论是操控轮胎抓地力 或者是性能的反应表现 所有的的确是令我很惊喜 我觉得很好 唯一觉得不足的可能就是车椅比较硬吧 其他的我都觉得很好的 以上就是我驾驶之后 我个人对这辆车的感觉 经过刚才的试驾呢 我可以感觉到 它在动力跟操控方面呢 也大大提升了 甚至可以跟它的最大的竞争对手 BMW X3 LCI来个较量 包含种种所有的卖点呢 其实它有个最大的卖点就是 它很贵 那如果你觉得这个价格 不如我买这个或买那个的话呢 抱歉 首批的200台已经全部卖完了 以上就是这支影片的所有内容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呢 欢迎like share subscribe 我是包果 谢谢收看 拜拜 by bwd6